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觉得佛珠好看 将其当作装饰品来佩戴 有的人则希望通过佩戴佛珠 催望自身的运势 让生活变得更加幸福美好 但你不知道的是 佛珠佩戴已有一定的讲究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 今天小酱汁就给酱友们讲讲佛珠的佩戴风水 一起往下看看吧 一 佛珠的作用 一 提升事业运 佛珠待久了会变得有灵性 还会催望佩戴者的失业运势 工作中会遇到很多机遇 还可以得到上司的重用 不管是薪资还是职位都会不断往上攀爬 工作氛围会变得愈发轻松 不管是与上司还是与同事都能够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 一旦遇到困难 哪怕自己不开口 也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 从而迅速脱离困境 这些好运都是佛珠带来的 所以平日里要妥善保管 不能将其弄丢或弄坏了 二 催望财运 佛珠待久了能够催望主人的金钱运势 手头会变得很宽裕 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正财方面 基本底薪可以不断攀升 而且还能拿到额外的奖金 提升等等 加在一起的话 金额将十分可观 偏财方面 在佛珠强大力量的催动之下 佩戴者能够获得不少天降之财 比如说买彩票中大奖 走路上捡到钱等等 平日里要贴身佩戴佛珠 不要随意向外人展示 否则都会亵渎到神明 三 增望感情 佛珠待久了可以让佩戴者的感情运势变得愈发和谐顺畅 有推向的朋友 彼此间互相体贴和关爱 还可以在亲人和朋友的祝福下步入美妙的婚姻殿堂 至于已婚的夫妻 彼此间注重交流和沟通 不会因为小事而吵架 两人可以携其手来 共同将小家庭经营得红红火火 四 避邪党灾 佛珠待久了能够让主人的健康运势变得非常旺盛 这是因为佩戴佛珠会在无形之中让人内心变得平和 心胸豁达 身心丰盈 健康方面自然会有更好的呈现 平时整个人气色看起来很好 面色红润有光泽 而且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随之好转 不会轻易遭受疾病的侵袭 另外在遇到突发意外事件的时候 比如说重大的车祸 可怕的火灾 以及山体滑坡等人为或者自然灾害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为主人挡灾 远离灾厄 5.家宅平安 实际上开过光的佛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保护家宅平安 虽然戴在个人的手上的话更偏向于保护自己的平安 但是佛珠本身就有着保护家人 护佑家人的作用 所以如果身上被戴开过光的佛珠的话 就能够通过佛珠实时传达 想要诱护家人平安的愿望 还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家宅的作用 2.哪些人不能佩戴佛珠 1.杀业为生的人 以杀业为生的人是肯定不能佩戴佛珠的 这里包含的范围十分广 古代可能会有杀手这个职业 到了如今的和谐文明社会 基本上杀业指的就是宰杀家庭 或者是其他肉食类动物的工作人员 佛教讲究仁慈博爱 而这类人双手沾满鲜血 与佛教理念和教义严重冲突 所以千万不可佩戴佛珠 否则二者会犯冲 还会给自己惹来巨大的祸患 2.营业为生的人 以营业为生的人也是不能佩戴佛珠的 不过这类人在咱们国家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限制 但是在我国的古代 包括现如今的很多海外国家 以营业为生的人 还是有很多的 这类人与琴瑟挂钩 而佛教讲求的是无欲无求 祭瑟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营业为生的人 千万不要与佛珠挂钩 否则会变得很倒霉 3.酿酒的人 酿酒的人也是不能佩戴佛珠 或者再将范围扩大一点 如果是过度酗酒的人 也不适合佩戴 原因很简单 佛教去导人们追求内心的宁静 要摒弃各类欲望 其中酒肉昏心都是包括在内的 所以酿造 贩卖酒水 或者是嗜酒如命的人 肯定不能佩戴佛珠 否则会给自己惹来很多煞气 甚至有可能在喝酒的过程中 遭遇生命危险 比如说酒精中毒 4.心术不正的人 心术不正的人也不建议佩戴佛珠 佛教讲究内心善良 乐于助人 如果你每天满脑子都是很重的心机 不是想要通过不正当手法一夜暴富 就是想要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那么佩戴佛珠的话 肯定会遇到神明的惩罚 事业上会遭遇重创 很难取得好的成绩 财富上也会遇到可怕的破财事件 5.有其他信仰的人 拥有其他信仰的人 也是不能佩戴佛珠的 比如说如果你信仰基督教 伊斯兰教等等 那么这些教派与佛教都是互相不相容的 如果强行佩戴佛珠 不但会对自己信仰的宗教造成亵渎 而且也没办法得到佛珠的庇佑 甚至在有的时候还会遇到糟糕的事情 后果相当可怕 6.年龄较小的人 最后小孩子或者说刚刚出生的小宝宝 都是不能佩戴佛珠的 他们尚处于年幼阶段 自己还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 身上的气场能量偏弱 而且抵抗力和免疫力都特别弱 如果家长强行为其佩戴佛珠的话 会与孩子本身的气场相冲 甚至还会惹来巨大的祸患 千万不可轻易尝试 3.佩戴手串的禁忌 1.左手要佩戴开过光的手串 大多数人都是比较信奉男左女右这种说法 所以便认为女性佩戴手串就要戴在右手上 但在佛家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只要是在寺庙里开过光的手串 是一定要佩戴在左手上的 2.避免他人的触碰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 尤其是看到别人佩戴着别致又有心意的手串 心里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要上前摸一把 但是手串并不同于珠宝 别人佩戴于手上的手串 我们是绝对不能随意去触碰与把玩 3.要用干净的手触碰 不仅是别人的手串我们不能乱碰 却是自身佩戴的也不能乱摸 千万不要用不洁净的手来摸自己的手串 尤其是这几种情况下的脏手 刚刚触摸过生肉 手上沾染过血迹 手上脏污有油脂等都不得抚摸手串 4.寄两手都戴 发现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因为手串多 又渐渐喜欢 于是就左手右手都满满当当的戴着 这些朋友不知道 他们已经暗中犯了拘禁阁 要知道需要两只手腕同时戴的东西 只有一件那就是手铐 因此如果您有朋友是这种戴法 请建议他们不可如此 因为这是自我败运 如果实在舍不得 非要时时刻刻戴上所有手串 那建议就全部戴在一只手上吧 5.不能沾水 不能沾水是佛珠手串的讲究之一 洗澡游泳洗衣服 或者进行其他可能沾水的活动前 最好取下佛珠 否则佛珠沾水会导致颜色变浅 光泽也会变弱 6.单独存放 不配戴佛珠的时候需要单独存放在密封袋或密封盒内 尤其是沉香佛珠 檀香佛珠等有香味的佛珠手串 要避免和其他有味道的物品放在一起 否则会导致佛珠手串香味减弱 或出现串味的情况 7.避免磕碰 佛珠手串要避免和其他硬度较大的物品产生磕碰 尤其是佛戴七宝类佛珠和浴室类佛珠时 和其他硬物产生磕碰很容易出现外观受损或碎裂的情况 佛珠本身不像其他的饰品 佛珠的时候出入的环境场合 与自己所做的事情都需要斟酌 否则就容易对佛珠产生一些不利 同时也会影响自己佛珠的意义 只有遵循了佩戴佛珠的规则 还有对佛珠的尊敬 才更容易使佛珠对自身产生好的印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